今天给大家说说,46岁杨玉莹终于要结婚了,谁都想不到,新郎会是她,提起杨玉莹的名字,不管是四五十岁的老辈,还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儿都对她并不陌生,清纯的形象加上甜美的嗓音,让人意向深刻。 凭借着一曲《为爱祝福》在乐坛,迅速走红睡到无数歌迷们的追捧,随后又发行了个人专辑《风寒行水寒笑》,当年销量高达一百万盒,创下国内歌手专辑年销量最高纪录,以及国语单曲《我不想说》,《红通通的春天》、《一片面阳天》等歌曲,同样收获了很不错的陈继阳。 杨玉莹人民元党立,1971年5月11日,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,一个普通家庭,受妈妈熊网红的影响和心头,而时的杨玉莹,就显示出自己的音乐天赋。 九十年代,杨玉莹先约广州西时代公司,那时茅莹和杨玉莹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,新时代公司成功打造出来的金虫玉米组合,很多公众都以为他们会走到一起,但最终两人只有友情。 杨玉莹的感情生活,也一直受到分离的关注,后来一路哭出娱乐圈,杨玉莹也曾说,王明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之一。 近期继传,杨玉莹要结婚了,未来的老公是愿意信号的一切二代,并且双方已经互信家长了,有传闻男方就是知名人员大国安的儿子。 很多网友都感慨以往的女神,都已经45岁了,而当初那时跟她的哥的人已经都结婚生子了,这次女神终于要吓人了。 好了,今天先和大家说到这里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喜欢的,请多多关注,明天再见。